大家好 我是青猫妈妈 现在呢是下午的三点钟 我刚才就是躺到那儿午休了一会儿 结果我听到外面客厅里面 叽叽喳喳一会儿哭声一会儿笑声 不知道到底在干嘛 然后我带你们来看一下 现在元宝也被爸爸抱到客厅里面了 我带你们偷偷看一下哈 看到底在干嘛呢这群人 好了我现在不是头拍 我现在是真大光明的拍哈 你们看一下这中午一会儿的时间 你们看一下我们家的客厅 已经成什么样子了 来给爸爸一个特写哈 你们看爸爸 好好的凳子不坐 你偏偏坐到下面还能个沙发店 垫到你下面 坐在凳子上趴在那儿 弯腰是可难受知道吧 那你不会把这个垫呢 你不会挪到茶几上 然后坐到沙发上面不就行了吗 那没电源 我们家对我们家没有电源 他电源绳不够长 没办法只能这个样子 那你也不管他俩 你看这个 我们家元宝 自己一个人在这玩呢 没人理他呢 一个人在这自生自灭呢 这是谁给你弄的这个安乐我宝宝 这么美 你这啥意思啊 姐姐弄的 姐姐弄的 你们看 青宝穿的谁的衣服 这是他自己的衣服啊 你穿了这个谁的衣服 先告诉我 啊 他现在穿着我的衣服 你有衣服可穿 你穿别人的衣服 让别人无衣服可穿 你什么意思 我还带了一件吗 我天呀 给我们家元宝弄到这儿了 别动别动别动 让他看嘴巴 看见没 让妈妈看看 看没嘴咳流血了这儿 上嘴说能看见不呢 我瞅瞅 刚才 然后 爸爸让我带元宝 然后在这儿玩 结果一不小心 他没有符吻 然后元宝刻到这个桌子 这个边边上了 结果把我家保 一保到哪儿 嘴巴咳流血了 妈看看 看到没 嘴唇现在这个上嘴唇上都是血 好好看着他 我也真服了 就让他看了这一会儿 他就弄成这个样子 还有我们家的客厅 你看现在成啥样子了 我本来之前是弄得整整齐 那个沙发罩了 包括什么弄得整整齐 结果现在让他看了不到 一个小时的孩子 现在都已经成这个样子了 嘴巴还刻流血了 把我给气晕了这会儿 气得我跟你说 我现在今后我都不想 不想离家出走了 你们俩给我家里整他 看见妈妈了 让妈妈看一下有什么 你刚检查也没啥事是吧 没事 不你看这嘴 你别打我手机吧 他不让我拍 磕了牙了 牙应该是哽着这个嘴巴了 对 没事没事 防止这儿 这个你还在这扭呢 你弟都磕扔了 你还在这扭呢 你看沙发 他当成泵泵床了 那这些东西一会儿谁弄 你给我说 你看我被子 你要弄回原味啊 答应我啦 来 机长 说话算话 多长时间我来检查 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 可以 我给你三十分钟时间 哎呀 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啥不知道 我现在最想情报 就是明天都开学 不 不应该是明天 应该是现在都开学 赶紧让他上学去 你不知道这段时间在家里 把我家给造的呀 然后他这边 你整完那边 他弄 这边整完那边 他说要放飞自我 好不容易放假了 我不知道你们在家里 都有什么样子啊 反正我们家 每天就是这个样子 你们看到了 还有就是 你们在家 是不是也经常穿妈妈的衣服 我的衣服 他是每天换一件 每天换一件 哎呀 遇到这样的孩子 你也真是没办法 把老母亲给气晕了 那行吧 他现在在那边整理房间呢 我就不跟你们说了 行了 今天就这样了 拜拜